澳大利亚人的家庭医生就诊费用正在持续上升 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生学院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 在政府2023年11月 对全额报销的激励金增加了两倍之后 约四分之一的医生进行全额报销的就诊次数有所增加 但报告也显示 对患者来说 一场20分钟问诊的平均自付金额 从一年前的34.91澳元上涨至36.86澳元 目前在Medicare标准津贴之外 提供的全额报销激励措施 仅受益于养老金 Pension领取者 儿童以及优惠卡持优者 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生学院呼吁 政府将20分钟级以上的问诊 报销比例增加20% 让全民都能看得起病 除了成本上升之外 病患多医生少 也是问诊费涨价的原因之一 澳大利亚全科医生培训的医生逐年减少 那我们每年还是有很多的全科医生 可能准备去退休 供需的一个平衡市场上决定了 有些医生可能决定采用了 收取一个GAP费用的这么一个决策 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生学院表示 每年全澳超过2200万人 通过看全科医生获得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SBS中文新闻杨福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